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 匆匆走进超商 说刚去完警局 车子被拖掉了要借钱 看似人模人样 没想到他扣这招 骗了不少钱 就是很慌张这样 很慌张的进来 就是要跟我借钱 所以要去把车牵回来 后来就是没消没洗这样 讲起来好气氛 一时心生同情 借钱给这名男子 没想到之后要联络他 怎么打都联络不上 这名男子常在深坑出没 并且专挑超商下手 会先装可怜博取同情 还会聊电话说会还钱 没有想到等钱到手 竟然就搞消失 先博取我的同情 然后跟我装熟 后来才发现原来 很多都是受害者 就不止我一个 这名42岁的黄姓男子 当天假借和老婆吵架 车子被开走了 钱包手机都在车上 跟店员要了8000块钱 还不够 二都进入超商乱找了借口 车子被拖掉了 还要4000块钱到手就人间蒸发 手法还包括跟吊杀厂老板 用瞎子抵押借钱 假借爸爸生病 连计程车司机都受害 通通都是借钱话术挣扎骗 黄姓范贤曾开计程车 也当过游七公是炸七罐犯 出没在新店深坑 闻山木炸万华大安 遍遍双北 穿着衬衫思思文文 却靠诈骗过日子 深坑店家小心提防 他来跟我讲的时候 我都不会 因为我在老街做生意 做了很久了 所以我们这种人很多 警察通知道案都不道案 就有可能构成刑法的诈欺罪 脸书社团讨论 大家都知道 这名借钱哥 好心帮助被骗钱 只能寻求法律途径 把该讨的讨回来 借许这名黄爵新北抱抱